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这堂课要继续在以弗所书 和各位一同来分享 今天这堂课所要查考的是 以弗所书第三章 以弗所书第三章 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保罗在说明他自己被神选招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这一个职份 那么另外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保罗为信徒在神面前代求 包含了好几个他代求的主要方向 而这些代求的方向 也成为今天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追求成长的一个目标 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 这篇写到说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 基督耶稣被求的替你们祈祷 这句话这边讲得很清楚 保罗本身来讲他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 为你们外邦人表达了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 显然神在他整个福音工作上面有不同的安排 好像彼得主要是对犹太人做福音工作 保罗在大马赦路上被主这个大光照导之后 就指明他是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 而且也告诉他这个外邦人使徒要受很多苦难的 所以保罗这边讲说我是做了外邦人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他被求不是因为犯罪 被求是因为他传福音给外邦人 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他在耶路撒人受的这个迫害 当时犹太背景的这些人就认为保罗把福音带给外邦人 这个是违反他们犹太人自己的想法的 就逼迫他以后保罗要上告该撒 那么现在写以弗所说的时候 他是被软禁在罗马 所以他说我是被求的 那么这个被求呢是为耶稣基督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 给他的身份他被求了 他说量弊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 保罗说你们应该也听过 所以有人讲这个 这个以弗所很可能是一个流传的书信 因为如果是以弗所的教会 那他们跟保罗的关系其实是蛮深刻的 那但是这边讲说量弊 就是说我思量你们应该是听过 所以可能是一个流传的一封信函 那么有些人听过 有些人没有听过 但是保罗说我相信你们 听见神怎么样 神赐恩给他 这个恩典是什么呢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给我了 这个职份原文跟管家是同一个字 也就是说神给他一个命令 好像一个管家领受主人的命令 这个命令是什么呢 叫他做外邦人的使徒 这边其实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一个人如果服侍神 其实是一个恩赐 是神的恩典 是神赐给你的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大发热心 我们要侍奉神就侍奉神 今天神给你一个选招 这是神给你特别一个选招 这是恩赐 所以我也常常讲 每一个传道的人 每一个被神选招的仆人 神要敬重这个职份 那敬重这个职份的方法是什么 就好像所求与管家的 要他有忠心 忠心是什么 你要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嘛 好像保罗照着神给他的吩咐 向外邦人传福音 纵然向外邦人传福音 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是因为主的托付 他就去做 今天所有被神选招的仆人也是一样 我们要照着主的吩咐去做 那主的吩咐在哪里 主的吩咐全部都在圣经里面 所以我一再强调 传道人要照着圣经所吩咐的去传讲 我们是道的传讲人 不是道的发明者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见 教会传递出来的讯息 没有圣经的根据 你就不是一个中心的仆人 就哪怕你的动机是好的 我希望用各种方法 把人多心境叫回来 但你的方法是错的 我们的神是光明的 在祂毫无黑暗 我们不可以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更何况你透过一些错误的方法 把人带进教会 可是他因为对真理的认知 是完全在你的导引之下 错误的导引之下 这个让他将来不单单不能得救 很可能还对正统的福音 有很大的抗拒力 所以这边保罗说 神将关切你们 就是外邦人的这个职份 托付我了 这个职份强调了他管家 中心的那个位置 他说怎么样 那这个托付给他之后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呢 用启示使我知道 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好了 保罗这边讲说用启示 就是说人用自己的思想经验 得不到 从神而来的告知 叫做启示 他这边有强调叫 福音的奥秘 换句话说这个福音 是怎么样一个奥秘呢 那么这个奥秘 跟前面保罗所讲的 这一个整个神的奥秘上面 有一点点是一个比较有限的 这个福音的奥秘 对外邦人来讲这个奥秘 特别强调的是 宣告外邦人跟犹太人 在基督里怎么样 都做神的后事 同盟基督的身体 都做基督的身体 也就是说 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 这个十字架上 这个复合的工作 废除了犹太人跟 外邦人之间的隔阂 保罗说 让我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这个以前应该是指在 罗马书第一章九到十节 或者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那里面谈到神永恒计划里面的 这一个部分 保罗说 我是一个外邦的使徒 而且我怎么样 我知道这个神在 永恒计划里面这个奥秘 这个奥秘里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指向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身体 也就是说 以犹太人的背景 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 外邦人都不是 没有资格 但是保罗在神的启示里面 看见那个奥秘 你犹太人是 救恩中的一个管道 神的心意是全人类 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 所以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一个 所以他们说 你们念了 就是讲他的这个 略略写过的 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好了 这个里面就谈到了 前面所讲的 他知道神的奥秘 他做外邦人的使徒 现在特别也谈到 这一个基督的奥秘了 他说你们念了 念了就表示 这封信是公开宣读的 不是秘密私下 是公开的一个作为的 然后基督的奥秘 什么叫基督的奥秘 那我们现在知道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完成救恩的这件事情 是犹太人所无法了解 所以犹太人到今天为止 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因为这为什么是讲一个奥秘呢 因为现在福音的传扬 跟犹太人在西乃山上 与神立约领受的那个律法 是没有关系的 也因为跟律法没有关系 所以外邦人跟犹太人 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 这个拯救的行为里面 联合在一起了 这就看见 这叫做基督的奥秘 犹太人只看见自己 跟神特殊选民的关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 超越了那个单独 跟犹太人所立约的 那个关系 神爱世人 约翰福音讲的 不是神只爱犹太人 那神跟犹太人之间 有一个立约 这个立约展现在内容上 就是律法 这个律法里面有一大部分 有一些部分 是排除外邦人 洁净的礼仪 割礼 守一些安息日 一些节气 都是犹太人自己有的 逾越节了 收割节了 收藏节 这只有犹太人有 外邦人没有这些节气 现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 把这个隔断墙拆毁了 把那个写在律法上面 这个不利于外邦人 这些冤头条文废掉了 所以保罗说这个叫做 基督的奥秘 他深深知道 然后他讲说怎么样 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 启示他的圣徒 使徒和先知一样 这句话很重要 这个解释很重要 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没有人知道呢 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圣经 你会发现 旧约圣经多次也有提到 福音是包括外邦人啊 将来外邦人 一样要来到圣殿里面 来敬拜神啊 这边所讲的就是 没有人知道的是指 说不知道 这一个神的福音 进行的方式 实现的方式 旧约有讲 外邦人一样也是被神 可以成为神的使命 那怎么成为呢 好像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这一个部分的启示 不明确 不明白 那么耶稣基督的 降临了 完成了救恩的 时候到了 这一个神奇妙的作为 现在显明 所以以前没有人知道 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现在知道说 原来透过耶稣的基督的作为 外邦人跟犹太人 同盟恩典 同盟 同为国民了 那么这个地方是在这边所讲的 而且是借着圣灵的启示 也启示 圣灵是启示的灵啊 明白 怎么样 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 这个这个我们在解释前面的时候讲 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已经讲过 这边其实是一个再次的说明 所以这边的使徒和先知 不是指新约的使徒 旧约的先知 都是指新约的使徒和先知 那么圣使徒和先知 表示他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 那么这个圣使徒 先知代表什么呢 这边也再一次讲到说 圣使徒指着 他们是在福音里 是主要的见证人和权柄 当圣经还没有成书的时候 第一世纪福音成立的时候 福音向外邦人传递的时候 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 圣经还没有完全成书 在那一个时代里面 使徒的权柄很重要 这个使徒指向那些跟过耶稣的 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神所特别选招的这些使徒 他们成为一个前辟 他们见证 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 而见证整个的福音是向 全人类展开的 那么先知呢也是 当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 神也特别活泼的灵 启示一些人 使他们对于整个神奥秘的计划 有更充分的了解 而且把这样子的事情能够很清楚的讲出来 告诉让这些属乎神的儿女知道 所以他说 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教人知道 但是如今怎么样 借着圣灵启示 圣灵告诉了 祂的圣使徒和先知 一样 所以这篇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从这节经文也可以对于 在前面所讲到的教会是建立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这件事情上有更明白 教会不是建立在 使徒和先知的个人上 他们个人都不可能 他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有怎么可能成为根基呢 但是他们成为神永恒计划 救恩的见证人 并且也能够尝试这个救恩 解释 说明这个救恩的这一个方向跟目的 他们是这一群人 然后呢 这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外邦人第六节 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保罗讲的不认识神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福音的奥秘 其实这里面所讲的都是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什么 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教会里面 同为一体 同为后世 同盟应许 同为后世指的是 他们成为承受同样的福气 好像接受遗产 儿子接受父亲所预备的丰富的产业一样 今天外邦人 犹太人 在教会里面 都称为神的儿子 同为一体 指他们在神的百姓中 在教会里面 都是神的选民了 都是属乎神的了 就是同为一体 当然也更指向 教会是基督的肢体这一点方向 那么同盟应许呢 就是继承上 产业上所有的应许了 包括 给旧约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应许 今天也全部应验在所有的 这些外邦人身上 当然也有的事情觉得讲 这边的同盟应许 特别强到 是应许他们也一样 可以有神所赐的圣灵 当然圣灵可以指向 神所有应许的浓缩 透过圣灵 我们得到这一切丰富 圣灵是我们将来 得基业的凭据嘛 在以弗主书第一章就讲 你现在先藏到那个圣灵的那个 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为的美赛 我们就知道将来永恒与神 同在一起的时候 何等的丰富 这个是把我们在这边 可以领应许的啊 也就是说 在旧约应许 犹太人的所有的应许 在今天这一个新的 这一个奥秘 这个新的教会 成立的这一个事实里面来讲 这些应许都临于所有的外邦人 好 所以第七节他讲说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保罗说我做这个福音的执事 好像福音的管家 他的一个执事 照着主人吩咐 传扬这个恩惠的福音给外邦人 是照神的恩赐 是神给他的恩典 是他所领受的 是神给他的恩典 这恩赐呢是照神怎么样 运行的大能赐给他的 保罗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福音的执事 有一个很大的能力临到他身上 这可以包含两方面 第一个保罗原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 这个人怎么能够全然改变 到最后成为一个福音的执事呢 能够变为一个基督徒呢 神的大能 在人这不可能的 是神的大能 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 当保罗只有以这个 法利塞人的身份的时候 他是何等的逼迫基督徒 可是大马赐路上大光一照到 他全然改变 这个改变是一个很大的能力 第二个当然也指向 保罗日后或者他当时 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 遭遇到的各样的挑战 福音的圣工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也是跟这个抵挡神的世代 的一个对抗 这需要有很大的能力啊 所以他说怎么样 是一个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在他身上里面 他有经历这样子的大能 他说我本来啊 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 这个本来说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是什么 这是保罗一个谦卑的表达的方式的 解明了他的不配 这个不配就指向另外一个神的恩典 为什么他是最小的还小呢 因为他知道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 换句话说就是他过去的记录并不好 他没有跟过主耶稣啊 他就逼迫主耶稣的 可是后来大马色路上被主耶稣选召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一个人 当年是怎么样抵挡 基督自己恩惠作为的人 今天被神选召 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这个谦卑这个不配 就显出了神的浩瀚的恩典 虽然你以前不堪 如此不堪 但神还用你 所以他说我不配 他领受 然而怎么样 神还赐他这个恩典 我刚刚讲过 能够成为神的仆人 选召出来做神的圣工 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有什么值得的神用呢 神可以用任何人 但是神为什么在众人之中 选召一些人出来 全时间来服侍他呢 我们这些全时间服侍成的人 都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不是我们配 我们都不配 但是都不配 神还用 这就叫做恩典 在恩典里面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一向很反对 今天教会界里面 把一些神的仆人蒙召的人说 什么大牧师 大使徒 大先知 都是大来大去 忘记了自己是仆人的身份 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何等的不配 如今却在神的恩典里面 能够做这个事情 你怎么敢成大呢 我们只敢说 伟大的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 我们都是仆人 哪怕神透过我们做了一些圣工 有一些果效 那也不能借此托大 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 在弟兄子们面前 活出像保罗这边所讲 那个谦卑的 那个生命的品格 保罗说 在众圣之中 我比最小的还要小 今天我们看见 在新约的书卷里面 二十七卷里面 有十三卷是他写的 但是他说 我是最小的还小 这种清楚认知自己的位分 你就能够为主做更大的事 否则的时候 你窃夺了神的荣耀 你后面神也就不用你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然后他说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这个测不透 就是透过人的思想 人的经验 人的作为里面 你想不通的 你衡量不出来的 这个丰富 是指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好大的恩典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人如此悖逆 伊甸园里面 神造的一切甚好 后来人就悖逆 人不要神 人活在自己里面 神拣选了以色列人 这个民族来启示他的救恩 以色列人还是悖逆 以色列人整个在旧约 留给我们看的 大部分是见解 极少的是榜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神还在死 他的时候到了 猜浅他的儿子 为我们死在死之下上 这个叫做测不透的丰富 上帝的作为 你想不通 为什么这样做 按照人的个性 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对我们 我们早就报复他 对付他 要不然就是不理他 让他自作自孽 自作自受 可是神不是这样子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而这个显明的爱 是我们扯不透的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真是全然感恩 然后他下面第九节讲 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 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这个历代以来 就是指创世以来 从这个世界开始以来怎么样 隐藏在这个神 创造万物之里的奥秘 这里又一个奥秘了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是神的奥秘 也就是说 在创立世界以前 神已经安排了救恩了 这是一个奥秘 神老早就计划好了 不是神造了人之后 人背叛之后 上帝又临时赶快再想办法来应付 不是 神永恒的计划里面 已经安排好了 他安排好了怎么样 他拣选 为自己拣选了 一群百姓 那预定他们呢 得儿子的名分 在合适的时候显明出来 这个奥秘是什么 神老早就在这些 所有的人类之中 好像 以弗所第一章讲 神拣选了我们 拣选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 拣选全然是神的恩典 人背叛神 但是神预备了救恩 在祂的预定里面 祂知道有一群人 神拣选他们 让他们来领受救恩 这叫做神的奥秘 在这个奥秘是在创世以前 就已经决定了 而且是安排好的 是如何安排的呢 这个安排指的是 神的主权的章节 神不是按照状况 神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做 他的安排不论是时间也好 是对象也好 还是方法也好 通通由他决定 是神完全的主权 神在时候到了 拆遣他的儿子 为我们死完成救恩 他的对象指向 不是只有单单的犹太人 还包括外邦人里面 愿意因信称义的这群人 同时他的方法也是一样 怎么样借着教会 使犹太人跟外邦人 能够联合在基督里面 换句话说全人类都有得救的机会 这叫做上帝的安排 这叫做神的奥秘 然后下面第十一讲 这个奥秘怎么样 为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句话很有意思了 借着教会 教会是天上执政的 那么世经学者告诉我们 这个教会 其实可以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天上 后来讲天上地上各家 天上指的那些 与神已经永远同在的 围绕在神旁边的 属乎神的 跟耶稣基督有亲密关系的 这群人在天上 那么地上的是指什么呢 地上指现在仍然在地上 但是我们也跟天上的圣徒一样 天上的圣徒 跟主耶稣永远契合在一起 有亲密的关系 地上的教会 也应该跟神 有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 所以天上地上是一起的 也因为这样子是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执政的掌权的是谁 这包含宇宙中 所有受造的那些天使 可能包含善天使 有恶天使 但是整个以弗所书里面看出来 这边比较会特别指向的是 那些敌对神的那些 那些灵界的力量 使他们明白怎么样 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得知 得知什么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个得知就是指向一个 他们明白 他们的这些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这一群好像是有权力的这一群人 他们的权柄 控制这个邪恶事态 空中顺服 空中掌权者之内 这些力量都已经在 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彻底的被击碎 而且要臣服于基督 那他怎么知道他们被结束呢 因为神成立了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外邦人 这个犹太人 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 都在这个里面 换句话说 今天这些执政的掌权的 这些邪恶事例 对神的教会 他们的力量 没有办法涉及 因为这群人 已经与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他们就知道了 得知怎么样 这是神的能力了 而且怎么样 百般的智慧 百般的智慧 就是丰富的 神多丰富的作为 这一个作为里面 上帝在他的时候里面 跨越 超越犹太人的 这一个族群 成立了一个 跨种族的 多文化的 联合起来 在基督耶稣里的 一个身体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我们知道 百般神 百般的智慧 所以在 以弗所的时代 一直到今天 教会的成立 让我们就把 基督的信仰 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今天有人对基督教 有一个错觉 基督教就是 犹太人的宗教嘛 基督教就是 美国人的宗教嘛 美国人信基督教 所以现在这么强 我们大家也来信 这种地狱性 狭隘性的认知 都不是 都不是真理 在上帝的一个计划里面 教会 从以弗所说的 好像是犹太人 歪邦人 其实就包括全人类里面 愿意接受 因恩戒性的这一群人 全世界的人 都在神的救恩的范围之内 神愿意爱人 但是现在的关键是 人愿意不回应神的爱 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你看 这就是神百般的智慧 百般的智慧指向 祂要拯救全人类 不单单是拯救犹太人 拯救全人类 而使这个 如今破坏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仍然在那边缴牢 仍然在那边侵害的 这一个掌权的势力 他们知道明白了 他们已经嚣张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当救恩完成的时候 他们知道 他们失败的命定 已经确定了 也就是说 神在祂永恒的计划里面 祂不是不管堕落的人类 但是神有祂执行 救恩的时间 方法还有对象 现在教会成立了 看见了 神突破了 这些邪恶的势力 以为只有神跟犹太人的关系 现在进到了神跟全人类的关系 他们知道了 原来上帝的救恩 仍然是灵极 祂所创造的所有的人类 只要这些人 愿意在神的救恩里面 因恩借信的回应神 他们就进到教会群体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他这边 保罗这边讲的 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知道 神百般的智慧了 他说这是造神 从万世以前 在我们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这就是以前我所讲过的 神在万世以前 就是在神的创造开始之前 万世以前 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 神就定了这个旨意了 这个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神要借着祂的救恩 把祂所造的人 从偏离堕落的光景里面 继续拯救回来 那我在上次的课程里面 就跟大家分享过 神造人的时候 给人自由意志 神知道 人会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 神允许这样事情的发生 但是神并不是纵容 神也不是不顾 当人错误的使用自由意志 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 神在祂的使后里面 预备了救恩 人如今可以 在神的救恩里面 向神转回 以后 心甘情愿的 把自己的自由意志 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不要让圣灵担忧 这样子才是一个 正确的使用 神给人自由意志的方法 而这整个的过程 整个的作为 是神在万世以前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就已经定家了旨意 所以我们明白了神的作为 我们就知道今天 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你应该怎么样 在神的救恩里面 做新造的人 怎么样活出新生的样式 怎么样正确的使用 我们的自由意志 今天这个世界非常强调 人的权利 人权人权 你知不知道有很多时候 如果你不认识真神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使用你的人权 今天假人权之名 伤害人的事情有多少 个人任意而为 道德水准不断向架 都挂上人权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因为你不认识神 所以你的方向 整个就错了 我们今天 仍然是尊贵的 基督耶稣愿意 让祂的儿 基督耶稣愿意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你看人多尊贵 但是尊贵的人 并不表示我可以 我行我说 爱怎么做就可以 尊贵的人是懂得 把我的自由意志 交给这位造我的 又爱我的 满有权能的这位神 是今天我们讲 顺服圣灵在生命的感动 就是这边所讲的 所以十二节 保罗在这边 对于他这个外邦人的使徒的身份 十二十三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祂里面 放胆无惧 赌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 好 因为你信主耶稣 这个信主耶稣本身来讲 就是我们接受神的救恩 也就是说 以耶稣基督联合了 联合了之后 会有什么事情产生呢 你就可以放胆无惧 赌信不疑来到神面前 我们从旧约很清楚的看见 神是圣洁的 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神 如果人带着罪见神 你被击杀的 那么今天为什么 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 诗人作前呢 好像希伯来说所讲的呢 因为我们信耶稣 接受与耶稣联合了 联合之后呢 我们在耶稣基督 拯救的工作里面 我们恢复了与神的关系 罗马书能讲 我们如今与神相合 因为这个相合的关系 我们才敢坦然无惧的 是笃信不疑坚信的 没有怀疑的 来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基督徒今天的一个光景 我们在神的面前 跟神恢复了那个关系 那么恢复了这个关系 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保罗后面说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 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 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保罗后面讲了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有这样的 清楚的关系之后呢 就一个蛮有能力的 刚强壮胆的 是蛮有力量的 他说怎么样 我求你们不要因为 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 保罗因为传福音给外邦人 如今被囚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 他在这条福音的道路上 多次遭受到这样苦难 被鞭打 被环境上面的这种压迫 他有 可是他说怎么样 你们不要因为这样上胆啊 你看这边讲得很清楚啊 今天保罗已经做出一个 很好的见证 这个见证就是什么 在这条福音的工作上 是充满挑战的 所以罗马书第一章 才会讲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嘛 如果福音真的就像今天 错误的成功神学 所宣导的说 信耶稣心想是神 信耶稣要什么有什么 信耶稣不会生命 哪来得此啊 那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其实我们如果按照 约翰福音里面 真正的讲说 福音是想像神是光 光照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 并且非暗恨光 传福音是一个挑战啊 他直接面对的是 人的罪性 那个罪性是抵挡神 抗拒神的 但是福音要改变这个 所以福音有很多的 征战挑战 这不像成功神所讲的 哦信耶稣就是 信响是神什么都好 不是 保罗说有挑战 但是保罗说 你不要因为这些是苦难 不要因为这些 你就上胆了 不要嘛 因为你现在可以 坦然无惧 笃信不疑地 来到神面前 你跟神有那个 丰富的关系 今世的这些苦难 不足以也不应该 成为我们的拦住 或者造成我们的 丧胆害怕对着 基督徒可以是 基督精兵一样的 站稳来 然后保罗后面讲说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什么叫你们的荣耀 这句话其实 更好的一个翻译就是 为了你们的荣耀 我现在受这些苦 但是你们不要害怕 什么为了你的荣耀 什么荣耀呢 就是外邦人领受 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荣耀的位分 就是外邦人在救恩里面 被耶稣基督的 宝血洁净 可以同为后世 同蒙应许 同为子体 这是一个 极荣耀的祝福 保罗说 我为了你们的荣耀 现在受苦 但是呢 我这样子的作为 你们不要害怕嘛 不要因为 我有点受苦 你就害怕了 其实这里面 也指向一个 基督信仰跟民间 或者人的宗教的 一个作为上面 一个很大的差别 宗教常常讲 叫我们趋吉避凶 信一个 我们造的偶像 或假神 保平安保顺利 这是宗教 这是人自己发明的 没有果效的 人自己虚幻的盼望 保罗在这边讲 福音是真正的福气 为你们真正的好处 但是这个福气 面对争战 面对挑战 面对灵界的攻击 面对这个世界 不要神的这样子 错误的一个这种世界的风俗 我们要对抗 对抗的过程里面 你会受苦难 保罗说不要害怕 奋力向前 所以当保罗讲了这样的话之后呢 从这一个第三章的十四节 到最后的二十一节呢 保罗开始为他们祷告了 保罗知道 既然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除了叫你们不要丧胆之外 那保罗现在说 我为你们祷告 求你们 你们怎么样能够 在神的救恩里面 在基督里面 能够不丧胆 能够站得稳 那有几件事情 保罗这边为我们做了 所以十四节保罗说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妻 这个在父面前屈妻 首先讲这个屈妻啊 犹太人呢 他们的祷告 其实大多是站着举手 所以保罗在写给提摩太书 的时候举起圣洁的手 那是祷告的动作 这个屈妻的现象不太多 但是这个屈妻 的确显示出了什么 显出了在神面前的一种谦卑 对神的伟大的一种尊重 和顺服的意思 保罗的祷告很迫切 因此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看见自己 这种在神的恩中 被选招的位分 他屈膝 他为所有的这些属乎神的人 在教会里面的 不论是犹太人 外邦人一样 这个教会 为他们祷告 祷告的时候他屈妻 他前面讲一句话说 我在父面前 这个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父其实表达了 祷告者与天父之间 那个亲密的关系 这个很亲密的 好像父子之间的关系一样 同时也代表了 父的那个威严 跟父的那个权柄 他知道有一位 爱我们的父神 是满有慈悲怜悯的 但是他也是管理带领我们的那一位 保罗说我在你面前祷告 十五节是解释那个父 他说这个父他怎么解释 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 这句话是在解释 解释我在父面前去积的这个父 这位父是谁 天父是什么 天上地上的各家 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天上的家 跟地上的家 有什么区别呢 天上的家 指的是那些灵界受造的 那些群体 是天上的 是天使的家族 以及各个级别 不论是善的 惡的 天上地上的各家 地上的各家呢 是指人类所有的家族 也就是说 宇宙之中 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 这一切呢 都是怎么样 都是由他得名 从他得名是什么意思 这要犹太人的背景 从他得名 就是由他来命名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谁给你命名 那个人 能够为你命名的那个人 代表权威 代表他的一个地位 也代表他的主权 代表他的管辖 全世界都是神所造的 你天上的 无论是善的恶的天使 你也没有脱离神的管制 神还是主权那位 地上所有受造的 也是因着神而得名的 这一切 有这样子被神认知的 这一个部分 也都是神的 神的掌握 所以他说 这位父是谁 这位父是谁 就是全宇宙 都在他的管辖统治之内 不管你信他 不信他 你接受他 不接受他 他都是那个 掌管这一切的 保罗说 我祷告的对象 是这一位 就是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的 然后下面从十六节 一直到这一个十九节 保罗在祷告里面 有三个方向 三个方向 他有三个求 求第一个求什么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讲起来 第一个保罗求的一种力量 所有信徒的人 不要胆胆 要有力量 去面对这种 环境里面 生活上面 的各种挑战 他说叫你们 心里的力量 刚讲起来 那这个心里的力量 其实这个心里的力量 就是这个里面的人 就是我们 这一个整个基督徒 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有真正的一个力量 来面对呢 他说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借着神 丰富的荣耀 另外一个是借着 祂的灵 丰盛的荣耀 这个指的是神封的 指神的属性啊 祂的作为啊 这个讲到神的荣耀 是常常跟神的能力 还有神的恩赐 是有关的 我们讲到神的荣耀 那你要心里的力量 这是个能力啊 这个力量 你要先了解 那个源头 神是蛮有能力的那一位 神在祂的属性里面 祂是可以造作万事的那一位 所以这叫做 按着祂丰盛的荣耀 祂是有能力的 全然的 祂的属性是美好的那一位 然后借着祂的灵 透过圣灵 怎么样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这个心里就是指怎么样 是一个人的心灵跟意志啊 这个心里也指向了一个什么 是圣灵兼顾 根性工作 根性工作 在所有属乎的人身上的 一个所在 一个位置 所以今天一个人啊 你如果要在生命里面 有刚强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你必须是一个 顺服圣灵的人啊 这边讲得很清楚啊 借着祂的灵嘛 今天圣灵 不单单只是给我们一个 超能力一样 好像今天有的人 圣灵来给我一个超能力 让我能够睡得很弱 它其实这边指的是什么 是我们这个人 顺服圣灵 活在祂的带领之下 你就是一个 蛮有力量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说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嘛 不是说圣灵 睡在我们身上 都不动 然后我们叫叫叫叫 叫他醒来了 做点事情我们就蛮有能力 这是对神的亵渎 圣灵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了 我们顺服圣灵 我们就会在神的带领之下 产生无比的能力 能够对抗这个世界 因为神就是能力的源头 在祂 借着祂丰富的荣耀嘛 祂的属性里面 是蛮有能力的那一位 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而我们心里的力量 我们心里面顺服祂 我们真心实意的 接受祂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管制跟带领 我们就会有力量 这是第一个 祂求的这个 所以祂后面讲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里面 这个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里面 就是基督你们对神的信靠 然后怎么样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圣灵住在我们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 今天一个基督徒 要得到力量的方法是什么 今天基督徒要得到力量 不是一天到晚 外求神啊 我软弱啊 给我力量 各方面来讲 神已经把一个 极大的宝贝赐给我们 就是圣灵 而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做那个感动 吹逼带领 禁止 各样的工作 基督徒学习 回应圣灵 怎么样回应法呢 就是顺服 圣灵怎么感动我们 我们怎么去做 但是有的时候 基督徒会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是圣灵的感动呢 我有个感动到底从哪儿来的 从世界来的 从人的劝导来的 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来的呢 所以基督徒要 守读神的话 我们不是常常 背一节经文吗 你的话是我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换句话说 你行事为人的标准 那个光是 神的话在带领啊 圣灵让我们 想起神的话 圣灵让我们 明白神的话 圣灵在我们 每一个作为的时候 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 以赛亚书里面讲 你的教师不在隐藏 你或向左或向右 他要告诉你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圣灵告诉你 什么是正确的路 圣灵不是告诉你说 我要不要买这种房子 我要不要做这个工作 我要不要买这个股票 不是这种 狭小的这样的范围 圣灵是教导我们 活出一个正直 光明的人生 好像后面讲的 光明所结的国子 这是良善 公义 诚实 圣灵要提醒我们 基督徒在世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行在光中 但是有的时候 眼前的利益 世界的影响 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的 抉择做动摇了 圣灵这时候 做一个工作 提醒 教导 安慰 鼓励 禁止 所以你要使心里的力量 你要信靠神 相信祂是对的 不是圣灵有一个感动 哎哎哎放一边我去做了 甚至于说夫妻相处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吵架 老我的生命又出来 圣灵会禁止 人家不听 我就是要搞到底 到最后弄得一塌糊涂 圣灵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帮助我们 第二个保罗所讲的是什么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极 这是很重要的 爱心也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在神面前活出一个 对人对神的一个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爱心呢 是也是因为信靠神 神住在我们心里的一个结果 也一样是 所以这个爱心 是指对神的一个尾声 所产生的 我们基督住在我们心里 因此我们知道 我们一切所事所为 所做的事情 都是祂在带领 也就是圣灵在带领 这个带领的结果 会让我们怎么样 爱心有根有极 有根有极是两个 一个是像植物一样有根 一个是像房子一样有根基 可以被建造 所以我们如果 让我们的爱心 是能够扎实的 并且能够成熟长大的 必须在神里面 住在神的里面 然后怎么样 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我们的爱心 有根有极 就是我们去和众圣徒 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 长阔高深 基督徒的爱 在这边讲 你如果要有根有极啊 你必须认识神的爱 神的爱是何等的 长阔高深 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神当我们还做罪人的基督 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此显明了 这份爱 对所有的基督徒 到底有多大的感动啊 你如果要对这份爱 有更大的感动 你就必须先明白 好像以弗所说第二章讲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死在过犯罪之中 我们是一个该死该亡的 可是基督却爱我们 救我们出这个 圣经上里面所讲的救恩 是什么 救我们出黑暗 入光明啊 我们要去想想看 以前我们不认识神 或者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 我们活在黑暗里 是何等的痛苦 那时候不认识神 那时候偏行己路 那时候整天被罪压伤 我们在罪中找罪中之乐 可是带来的是更大的痛苦 我们要有一个深深的认知啊 而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神把我们救出来 接着耶稣基督完成救恩 你只有对神的爱 有更清楚的认识 也对自己过去的光景 有更大的诚实的面对 你才会如今 爱神爱人的爱 才会有根有基 保罗说我向你求这个 第一个 向你有能力 能够对抗这个世代 不要胆怯 第二个 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所要流露出来的爱 是有根有基的 不是衣食的感动 衣食之间情绪性的反应 不是 是能够扎根的 而神的爱是什么呢 常阔高深 这给我们看见 神的爱包含的是何等的浩大 当然有的世纪学者去解释 常是指时间的永恒 很长 扩是指 包含所有的人 外邦人 犹太人都在里面 那么高 高是达到天上 整个宇宙都在范围之内 身是哪里 身是急于 那个堕落的罪人的 那种堕落性 那常阔高深里面 就讲到了神的那种 那种爱里面的一种 超越人与人之间的限制 同时也是跨过灵界 和这个属世地上的一些这个范围 神的爱是何等大的 那个大急于所有的人 那个大急于所有犯罪的人 神的爱是这么大的 他说当我们如果对神的爱 有更清楚的认知的时候 我们的爱心就会有根有极了 今天有的时候你发现在教会里面 有些人行使爱心的时候 做做做做做后来做不下去了 做做做做做到下来 又变成苦毒了 刚开始很有爱心 愿意帮助人 结果发现那个人 这个需求是无度的 要求是越来越多的 做到后来没有办法了 有些基督局做婚姻辅导 刚开始很帮助 编对另外一对夫妇 他们一吵架 马上就去帮助他的 执行神的爱 结果发现他们每个礼拜都吵 后来他们发现每三天就吵 天天都去 去到后来自己都烦了 以后都苦毒了 那爱没有根基 那为什么没有爱根基呢 你对于真正的爱不了解 你对于你那个爱 有的时候是出于血气的 有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 真正的爱就不是只是 替代他做他该做的事情 真正的爱是要把它 带到神的恩典里面 所以你要去看神的爱是什么 神的爱虽然如此浩瀚 但是神的爱怎么执行呢 你从整本圣经里面看神的爱 如果神的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 没有原则的 只是一昧的付出的 那么以色列人就不会亡国 以色列人就可以继续活在他们的罪里面 神没有啊 你好好读旧约 神爱不爱以色列人 当然爱啊 神称呼他们是自己 属乎他的 但是以色列人最后 北国南国都灭亡 马拉基的时代仍然处于亡国的时代 耶稣基督时代 以色列人还是亡国的 为什么 难道亡国是神爱的表现吗 是 神让以色列人去藏 你偏行己路的结果 激利心山上的祝福 以色列人不要 以色列人选择以巴路山上的咒诅 那个咒诅就临到他们 你看见神的爱啊 不是纵容啊 神的爱长阔高深 但是这个长阔高深的结果 是要人把人带到神的圣洁 跟神的完绝里面去 如果人执意的活在罪里面 人对于神的爱的了解 是变差的 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对于教会里面人讲 教会是神爱的章节 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 什么叫爱呢 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要活在神的光中 活在神的旨意 你要把人带进来 我的母亲啊 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 有的时候超越真理 在我母亲的观念里面 只要是她的儿女 不管怎么样都对的 等到我们渐渐长大之后 发现这个原则 不合乎圣经 人都有罪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如果有错应该要指证 不是有错就包容 有错都是别人的责任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就会跟我母亲 有不一样的看法 有的时候带着爱心 在她面前 有一些提醒 那我妈妈就觉得说 那么多孩子里面 就你这个孩子意见最多 常常跟我唱反调 我后来有一天就跟我妈妈讲 我说妈妈 我真的是爱你的 因为我始终想到一件事情 有一天如果你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 你现在的作为 你现在的这些做法 到底是蒙基督的称许呢 还是被基督的责备呢 你这种感情大于真理 爱自己的人愿意包容 甚至于纵容的情况 到底对不对呢 我母亲后来就明白了 原来的真正的爱要有根有基 必须以基督的 常获高深的爱做基础 而这个常获高深的爱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按着圣灵的感动 我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吗 住在 因基督因我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基督因我们的信号 住在我们心里是什么 不是指住在那边不动 住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的行事为人 按着祂的原则 这是西方常常讲的 化在我的基础之度 WWJD 如果耶稣在这件事情上 祂会怎么做 那就是我今天要做的标准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在任何抉择的时候 我们选择站在神这边 就这个 神的真理很清楚 圣经的真理很清楚 圣灵的感动很清楚 现在的关键是 你要不要选择顺服祂 要不要选择遵行神的旨意 要不要选择照着神的话去做 神的爱 如果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 而我们以信号来回应的时候 就会产生真正的爱 而这个爱 就像神的爱一样 常过高尊 祂无所不包 各种处境都可以 那我们就安心放心了嘛 那么保罗在第十九节呢 还有一个祷告 那第一个祷告 求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第二个祷告 说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极 第三个说什么 并知道这爱是 过于人所能策多的 神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 我们无法衡量祂的 神的爱是太伟大的了 然后下面讲这句话要特别解释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什么叫做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神一切所充满的 就是神是丰盛的那一位 这指向神的本性 这包括祂的同在啊 祂的生命啊 祂的能力 这是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就是从神那里 神一切美善的福 这种特质 我们要像祂一样 充满了你们 像神一样 有属神的生命 活出那个完全的生命 圣洁的生命 这边可以解释说 要我们属灵上有成熟度 就是属灵上要整大 充满了你们 就是我们被神的那一个美善 被神的全能所充满 这个充满的结果呢 我们活出这样子 好像主耶稣在登山保险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赋完全一样 朝着那个目标迈进 所以你看保罗在这边三个祷告 第一个叫你们的心理力量刚讲起来 第二个叫你们有正确的爱 你们的爱是有根有基的 第三个叫我们怎么样 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成熟长大 神一切的丰盛 今天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 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颜见证 人要借着我们的见证认识神 所以这是一个叫做 神一切所充满的 神一切所充满的是什么 是神的属性 是神的本性 在祂里面充满祂的生命 祂的同在祂的能力 这些东西呢要在今天怎么样 充满了你们 就是我们这些属乎神的人 要被神的这样子的一些特质所充满 这也就是一个真正新造的人 所以为什么讲基督耶稣的恩惠福音说 你们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就是过去那些错误的价值观 世俗观统统拿掉 好像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 为基督是至宝 然后怎么样 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 神那个真正的属性 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那个真理的圣洁和仁义 要活出来啊 要活出来 就是这边讲说充满了你们 所以这个保罗的这个祷告里面 三个部分 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顺服神的灵 圣灵在身中做工 让我们神的爱 让我们的爱是有根有基的 以神的爱做基础 看看神怎么爱我们 神爱的作为 照着祂的方式去爱 不要盲爱 溺爱 宠爱 不要纵容 这是一个地方 第三个 基督徒的生命 要不断的迈向成熟 既然有一位完全的神 如此丰盛的一位神 我们是属乎祂的 我们按着祂的形象一样 那我们的生命就要天天被更新 天天朝着那个正确的方向迈进 这是保罗的祷告三个方向 这方向很重要啊 能力 爱心 以及属灵的成熟 这是这个三方向 然后保罗后面讲说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 遭阔我们所讲的 前面讲到一件事情说 我们要像神一样办得到吗 我们不是神啊 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是不可能的 但是神能照着 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那么保罗的在以佛所谓很清楚 这指的是圣灵在基督徒生命里的做工 那我们刚刚开始圣灵怎么做工 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 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做工 在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圣灵提醒鼓励安慰禁止吹逼 带领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是圣灵做工的方式 如果我们愿意顺服 如果我们愿意在每一个的 这个作为里面选择听神的话 他说他就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根本没有想过 我们所求的也没有这么的丰盛 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求一些小行小利 给我一栋房子了 给我一个好的老 我们都是瞧这些极有限的 上帝给我们的远远大过这些 但是这些怎么得到呢 运行在我们心里大理 一个人如果愿意被神改变 这是一个关键 我有一次 在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聚会里面 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 康姆斯 请问一下 我要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配偶 很多人都希望这样子 很多人看今天离婚率这么高 看到结婚之前很好 结婚之后就吵翻天 怎么找一个合适的配偶 我后来就告诉他 属灵的原则是 我没有办法帮你找一个合适的配偶 但是我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 让你成为一个合适的配偶 我们常常希望别人来配合我 我自己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并且圣灵内住成为我们一个生命更新的一个源头 我们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合适的人 我这种合适的人 你在婚姻里面就享受那个美善 所以这边所讲说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所求所想的 常常有的时候有限 常常有的时候偏差 常常有的时候也不正确 看得也不远 但是神怎么样 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成就这一切 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 表示这一切它一定会实现 它做得到的 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看见这个方向 好了 那么教会怎么能够成为 神因着教会得荣耀呢 那我们要从教会的本质讲起 教会本质这边讲说 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 就是教会能够成为荣耀 条件是在基督耶稣里 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完成的这个救恩 那么这个救恩展现在什么呢 我们从整个异佛说里面看 教会的里面的本质包括 教会是一群得俗的人的一个群体 这里面包括犹太人 外邦人 什么叫得俗呢 我们以前讲过 得俗就是这一群人 不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不在黑暗中失去方向 在神的救恩里面 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 那么因此我们今天要看看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呢 在教会里面的信徒 他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成熟长大呢 今天有的时候在错误的带领之下 有的时候成功成学 只教到 信徒们的生活上面是不是很丰盛 教会真正应该看中的是 生命里面是不是做新造的人 是不是一群得俗的人 当年教会里面碰到的问题是 就是犹太人排斥外邦人的基督徒 保罗说不对 你这个生命不对 所以他有一篇以弗所说来讲 外邦人的基督徒 跟犹太人的基督徒 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 今天也是一样 教会有没有在生命的展现上面 展露出这一个新的价值观 新的生命观 在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 他后面讲到之前 你教会还有一个特质 按照前面所讲的话 我们这些属乎神的人 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一个杰作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在 基督耶稣里面 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式来 好像我们讲 重新成为按着神的形象样式 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有没有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有教会 神会因着教会得荣耀 但是如果教会里面 整天只出动一些物质生活 然后老我生命充斥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那个教会没有办法让神得荣耀的 然后教会也强调神的同在 跟神的掌权 教会里面要有神的同在 换句话说 教会应该是圣洁的 你看旧约以西结书里面描写 耶和华神的灵 离开圣殿 一步步离开 那你看看那个时候 人的生活情况 落在罪里面 整个的信仰变成仪式化 今天教会一下 你有神的统在 我们就应该活出不一样的 教会的见证来 那你要活出不一样的见证 教会必须是一个神掌权的地方 既然是神掌权的地方 教会里面最大的就是神 教会里面按着神的心意去做 这是一个标准 所以我也讲过 教会里面 不是人掌权 今天有一个错误的现象 到处出现什么大牧师 大教师 大先知 都是大来大去 错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所以是神掌权 听神的话 这才是一个重点 那么因此教会 要展现出这个特征 教会所有的运作 所有的带领 根据圣经的原则 不是根据某一个人的说法 或某一个人的主张 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 神的仆人如果专心的讲神的话 我们要尊重他 我们要听重他 神的仆人没有按照圣经自己乱讲 自己随便发明的 那个不必尊重 那个也不必顺服 这个我们要区别清楚 然后教会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让天空属灵器执政掌权的 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看见什么 看见教会本身来讲 这些属灵的宫中的掌权者 他们怎么看教会 他们有限的眼光看见 神拣选了犹太人 结果犹太人失败了 整个旧约给我们看见 犹太人留给我们的不是榜样 大部分是见见 好了现在到了新约的时代 有一个教会出现 这个教会接纳了犹太背景的基督徒 跟这一个外邦人的基督徒 这是一个神智慧的表现 那这个智慧表现的结果是什么呢 会不会我们还是像犹太人一样 有神的恩典 白白领受恩典 却仍然活在罪中 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 继续选择以巴路三上的咒诅 而不要激励心上的祝福 教会有没有办法在这些方面 做出一个新生的样式来 做出一个新造的人来 教会有没有这样的调整 如果可以 教会神就因着教会得荣耀 如果不行 那么教会仍然是一个羞辱的 软弱的无能的 所以保罗最后说 但愿他在教会中 在并在基督耶稣里 教会如果在基督耶稣里 真正让基督长王权 在神的救恩里面 这个教会神可以接着他得荣耀 那么这一段祷告 其实是我们很大的提醒 今天的每一间教会 到底用什么来荣耀神呢 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 很清楚的借着圣经 我们得到的一个提醒 他说这样的荣耀是直到 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就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 教会都应该活出这样子的见证 教会可能是一个 不完美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都在属尼的生命中成长 但是教会虽然不完美 却是朝着完美 迈进的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要做到的 教会不是已经完全圣洁了 完全跟神一样的没有 但是我们有怎么样 我们有悔改的能力 我们有认罪的能力 我们有不断的向着目标 迈进的能力 而这样子的作为 就是可以让神得到荣耀 保罗最后用阿门 就是我真心所愿 我真的希望 整个的教会 能够有这样子的 荣美的见证 所以以佛所图第一章到第三章 你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 那里面讲到一个荣耀的生命 神在永恒里面的一个救恩的预备 按照祂的时候来成就 以至于今天的教会 是容纳了所有的人 那么从以佛所图第四章到第六章 我们后面要接着一章章讲的 就提到 既然有了荣耀的生命 那么应该怎么样活出一个荣耀的生活呢 就是我们的生活 能不能够见证我们的信仰呢 那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以佛所图给我们看见 一个基督徒 我们白白的领受救恩 死在过犯最后之中被神救出来 那我们就要一同复活 一同活在天上 活出那个强而有力的生命力 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